MING PAO TORONTOYS TV 又來到Brian Lo的新節目 可能講一些不是最新的玩具 但值得講一下我喜歡的玩具 我通常都會操作這些玩具 或者我會選擇這些我喜歡的玩具 第二集來到 上次介紹Star Wars 就是DARTH RAID的頭盔 都不錯 這次可能有一點分別 就是第二件事跳一跳 有少少設計師玩具 有少少廊家玩具 有少少電影IP玩具 看看誰說 回運夜 沒錯 由這幾間公司合作 由Unbox Play 一起合作回運夜 正式有授權的一個 朗膠 這裏就叫做Vinyl Supreme 即是一些叫做Vinada 即是朗膠玩具 後面有很多經典電影回運夜 有邵氏 有天影 即是版權商 Play 和Unbox 一起合作這個 比較容易入口 或者叫做大陸D的玩具 Vinyl玩具 但其實都知道 回運夜怎麼會不大陸 周星馳的一套 我自己比較喜歡一套的作品 我最喜歡周星馳哪一套戲呢 其中一套就是回運夜 可能第一位 第二位 可能是ZLG 好了 這個 非常多朋友 剛才還未出的時候 一直問有味啊有味啊 現在已經出了 沒多久了 出了一段時間 第一次都好像沒有人開過箱 唯我去開箱 好 前面這個妹妹 大家知道是誰 沒錯 應該是模擬莫文偉那個 原來這個 你見到是redesign過 雖然你看到演員那個是哪位 但其實背後 就是香港近年一個比較 新冒起的 朋友仔 見不見到這個位 就是 Gym Dreams 沒錯 是阿尖尖的 鼻涕肥仔 那個 unbox的 其中一個猛將 就是側筆去處理這個設計的 好了 除了回復當年戲裡面的 無藥之外 亦都變成一種 Vinyl Art 那種 腳短短 身肥肥的 總之站得穩的狀態 那 Deform了 但又忘記了原作 的樣子 亦都有一種換味 這個就是Vinyl Toys的特點 那盆花應該就是 周星馳的角色拿著 原來是黏著的 因為有件packing裡面 都是黏著的 那我不嘗試撕開它 因為應該在錯邊連起來了 但倒出來應該是分開的 Anyway 我不嘗試去刷 刷不刷都告訴我 那就是那盆花 這盆花是用來探測有沒有鬼魂 那套戲是用來捉鬼大師 好了 這就是電影裡面 周星馳拿著的箱子 當然 Final 玩具 不是1比6 是打不開的 就是箱子 你要介紹玩具的本質 很快 這個應該就是 裡面經常出現的炮掌 或者炸彈 我覺得 再好一點 應該做一個 一束 最後一束 他不是一枝炮 最初是試驗他們的學生 不怕死的能力 周星馳本來是一個正常人 鵬瓦都在那次炸到哨了 以及炸傷了一隻手 後來 最後他把一束炸彈丟出來 炸彈出來 炸彈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炸彈出來 那些炸彈 那些炸彈 不過你少許意見 不要說我整天會炸彈 那我給你意見 我不喜歡彈 我不喜歡惡意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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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 沒錯 我覺得應該出一個帥仔版本 不過這個樣子 比較 經典 但其實套戲裡面 很多時間他不是炸彈的 就變成張英慈先生的樣子 就型仔很多 其實我覺得他型仔 說真的 希望他出另一個版本 就是不是炸彈 還有一束 的炸彈 還有其他道具 電鋸 有很多道具 就變成了 令到 可以再出一次 那我相信 unbox的經驗 這個絕對 不是不可能 亦都不需要我去看 那這一個 以刺莫文蔚的角色 就不太像 可能 看莫文蔚的樣子 就比較 漂亮 雷蘭模仿一點 那隻眼大一點 我覺得小一點 就刺莫文蔚了 好 但不失為一個好的設計 就是那個比例 和地方的狀態 很可愛 在未出一陣 已經有很多朋友 就問 出了什麼 那現在出了 據聞都蠻好賣 亦都可能斷了 那即可留意一下 各大玩具店 還有沒有可以賣 那朗膠來說 unboxer 就完全沒有擔心 不過這種玩具 真的 是擺的 拍照 打出街打卡 這種情況 或者放在家裡 覺得很開心 喜歡陶器 那樣的狀態 你說其他 沒有可動的 這個 一向都是 final art final toy 那樣的情況 好 今天跟大家說 這個 我的玩具 第二集 就講到這裡 比較短一點 因為 浪家玩具 就是這樣 是買個氣味 那種 好玩的那種玩味 多謝 這個unboxer play jim 幫我們帶來 這麼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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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周星馳電影 的回魂夜 2pack 除了其他 麻煩你 那些警衛 OK 謝謝 拜拜 謝謝